举报人实名控诉菲苏库 为了利润不顾用户安全 拿仇恨换流量 凤凰网科技讯 北京时间10月4日消息 美国当地时间周日 泄露大量内部文件曝光菲苏库丑闻的举报人 公布了自己的身份 他叫弗朗西斯豪根 曾经是一名菲苏库产品经理 在菲苏库工作近两年后 在今年5月份移植 尽管菲苏库表示这种产品优化有助于阻止仇恨言论 至少在其产品上 但是豪根泄露的Facebook内部文件显示 我们预计我们可能只会对 Facebook上3%至5%的仇恨言论 大约0.6%的暴力和煽动内容产生作用 尽管在这一点上 我们已经做到世界上做好了 当时Facebook的一路马克扎克伯格 曾积极评价算法调整 我们感觉我们有责任 确保让我们的服务不仅用的有趣 还要有益于人们的健康